这个吴祖啊 在三经的时候 把这个慧能叫进他的房间 那讲了经 也说了法 把最根本上的 这个最重要的口诀 就跟慧能讲 那么慧能也明白了 这个时候啊 慧能知道 这个吴祖传给他的 是顿话 禅宗有一种叫做见法 见 渐渐的修行 一直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才由师父指点 明心见性 这个叫做渐渐的开悟的方法 一种就是 一种就是 像这个 五祖 红人 看到六祖 慧能 人 认为他的悟性 很厉 很高 直接就把 明心见性的 明心见性的 口诀就交给他 这个 这个叫做顿法 这个叫做顿法 很快的就是顿 顿 比较慢慢的修的 就叫做 顿 顿 就是一刹那之间 就让你明心见性 这个叫做顿法 顿教 那么慧能所接受的 就是顿教 这个时候啊 这个五祖就把这个 以前祖师留下来的 祖衣 祖师的衣服 就交给了慧能 从此以后 你慧能就是六祖 那红人是五祖嘛 传给他 就是六祖 就在那个 没有人知道 前世的 前世的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是叫他 叫他到房间里面来 跟他讲明白 那么 他复法给他 跟祖衣 包括这个 祖师传下来的 这个衣魄 通通都交给他 这个传法好像是很秘密 没有 连一个人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刚新来的 他才来四八个月 这个世里面啊 本身有很多的门人 也有很多的出家众 那时候的慧能啊 还是在家基石 那个时候的慧能 还是在家基石 还没有剃度喔 还没有剃度出家喔 因为他的根气很利 物性非常的高 所以五祖他选中了慧能 就把六祖交给他 还讲了一个祭 给这个六祖听 这个五祖的祭啊 就是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 这个祭啊 有他的意思啊 是说 对于所有有情的众生 我们现在众生啊 就是属于有情 有情的众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感情的 便不是石头 也不是西瓜 以前在演讲的时候啊 我们老师教我们 他说 你不用怕 你要演讲 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啊 你看底下的所有的人头 通通把他看成西瓜 每一个人头都是一个西瓜 这个看成西瓜 当然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就比较不怕 其实人本身是因为有情才叫做人 就是众生都是有情啊 那么西瓜 当然是无情啊 你说西瓜嘛 就是一个圆圆的 他也没有表情 也没有 怎么样 你放在那里 他就不动 你推他一下 他就动 不推他就不动 你把他切成怎么样子 就是怎么样子 那西瓜 本身来讲就是无情 石头也是无情 有情呢 既然对于有情的众生 你就要剥下 如来的种子 这一句就是有情来下种 很多这个 很多人把他这个解释 就解释的这个偏调 有情人 有情人就要赶快下种 很多人解释 有情人 这个无主还讲这种话 有情人就赶快来下种 其实不是 有情的众生 就要给他们如来的种子 在他的八四田里面 种下了佛的种子 因地果还生 我们众生都是在因地 在因地 那么因为有种子 剥了 慢慢的 它就会发芽 就会长成一棵树 那么会有叶子 那么会开花 会结果 这个就是因地 果还生 你把这个种子 当成因 剥在众生的心上 心田里面 那么到最后 它会结成如来的果实 如来的果实 第二季是这样子讲的 因地 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就是说像西瓜 这个石头 你跟西瓜说法好 你对着西瓜说法 什么时候它能够开悟 开悟 开悟就是把它破开了 把它吃掉了 开悟 不可能的西瓜 不可能开悟 你说石头吗 你跟它说法 它怎么能够开悟呢 石头也不能开悟 所以它是属于无情之物 所以你不要对西瓜 对石头说法 不要剥种 因为也没有什么种 所以无情亦无种 这个无性亦无生 石头也没有什么叫做佛性的 没有什么叫佛性的 那么它也没有什么生命的 也没有什么生习的 你对着一个石头说法 天天对着石头说法 当然是可以 你可以这样练习你的说法 对石头说法是可以的 但石头是永远 它不会开悟的 所以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 这是无主红人 给六主的记 其实这个记里面 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刚刚我解释的那么单纯 其中也有微妙的地方 以后再说明 因为讲出来你们都懂了 讲出来这里面有口诀的 这里面也有口诀的 所以 这个主师讲一个记 它里面都是有它的 比较很深 而且比较秘密的语在里面 好了 再谈这个 五主对六主就讲了 这个达摩 达摩祖师 就是我们东土第一主 那西土第二十八主 的达摩祖师 刚刚来东土的时候 他来传这个佛的心印 佛的心印 那时的人大部分都不相信 达摩刚来说法的时候 人是不信的 他们不相信达摩 所以达摩因为没有人信他 他只好到原洞去闭关 他没有人信 他说法没有人信 说法没有人信怎么办 他只要去面壁 对着墙壁 对着那个墙壁去打坐墙壁 面壁 所以他面壁有九年之久 达摩祖师面壁九年 在原洞里面面壁九年 我们说他面壁九年 我们说他面壁九年 心静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他说两只蚂蚁在他的旁边 在那边吵架 两只蚂蚁在旁边吵架 你有没有听到 蚂蚁跟蚂蚁在吵架 你有没有听到 我们都听不到 因为你心没有很静下来 你心如果很静 像达摩祖师一样面壁九年 心已经完全静下来 那个蚂蚁跟蚂蚁在吵架 蚂蚁跟蚂蚁在吵架 就像打雷一样 就是蚂蚁都如雷声 他能够心能够静到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的面壁 是有功利的 到最后 他为了起信于人 他为了使人相信 他才把佛祖的衣服拿出来 二十八祖 他是第二十八代祖师 他有祖衣 才拿祖衣拿出来 说我是第二十八代的祖师 是来中原东土的第一祖 以那个祖衣做见证 人们才相信 真的是祖师 那么这个法呢 这个法是以心传心 是心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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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心传心 就是印心 心印 我直接讲你的心 就是以心传心 就是以心传心 那么佛祖对佛祖 祖师对祖师 都是用心印来传的 所以称为佛心中 这个按照吴祖讲的 他说古时候佛在传佛的时候 传的都是本体 本体 也就是最重要的第一地 叫做本体 最重要的 其他的旁枝不用讲 其他的这些 其他的都没有讲 其他的这个都不重要 都是旁枝 就是啊 最重要的那一点 佛祖跟佛祖之间在传法 祖师跟祖师之间在传法 都是最传那个最重要的 那一句 就是传心 所以这个宗派叫做佛心中 佛心中 就是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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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佛祖跟佛祖之间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传第一异地的 他不传别的 因为传别的很麻烦 要传别的很难 讲不完啦 那佛亲问我 佛亲要做这个 卢森宴布施基金会 那么他就有这个 在研究这方面的法力 他就问我 你对于这个基金会的法力 懂不懂吗 懂不懂 我说我实在讲实在话 我根本不懂的 这个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他有什么法力 什么条文 什么规定 你问特里萨他就懂 问特里萨他就懂 问这个佛亲他也不一定懂 他现在才在开始研究 他虽然是罗友 但是他学的便不是基金会方面的 所以他现在还是在研究 我根本就不懂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庞之 庞之 师真懂的是什么 师真懂的就是佛法的第一地 我懂的就是佛法 这个佛法在禅宗里面 按照吴祖讲的 他只谈妙节 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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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法的时候 把法付给你的时候 就是把最为妙的节物 付给你 吴祖是这样子讲的 今天是主师跟主师之间 我护法给你 我只把妙为妙的节物传给你 以后你就依照这个为妙的节物 去度化众生 你以后的行为 通通要跟这个为妙的节物 复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讲的 你需要好好的去修行 依照这个为妙的节物去修行 就对了 这个六祖五祖有把这个主衣 就是主师的衣服交给六祖 但是他跟他讲 这一次我付这个主衣给你 你可以留下来 但以后这个主衣不用再传了 不用再给别人了 他说这个衣服反而是人间的争端 大家会来抢这个衣服 很多佛弟子 大部分都是在抢表面上的 不是在讲第一地 不是在讲佛法 很多佛弟子是抢表面上的 抢说 有的说 一个事件好了 我要当主持 他抢的是主持 而不是佛法 糟糕就是在这一点 那有的是想说 我有了一个事以后 我还要抢第二个事 我还要很多的事 都是属于我的 这就是台湾很有名的 争妙产 大家都在争 争的是妙产 你们应该要得到的是 第一地的佛法 而不是在争那些妙产 很多出家人 反而一天到晚在争 争的是那些妙产 这个事是我的 那个事是我的 就不对了 争的是表面上 现在无主也讲 这个主衣是个祸端 大家都抢着哪 抢着这个主持的衣服 真正的第一异地 反而没有人要 这个主衣是祸端 恐怕 因为拥有这个主衣的人 人家会害你 那么五主就跟六主讲 这个时候 你最好 赶快你得到我的应可 得到法子了 你也知道 唯妙的节物了 你知道什么是第一地了 这个时候 你要马上 离开这个地方 沿走高飞 赶快离开 沿走高飞 他叫他赶快走 你呀 这个时候不要留在寺里面 留在寺里面 你明天人就不见了 主衣也不知道哪里去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六主没读什么书 他看财为生 没读什么书 不懂得所有的经论 可以讲佛经 你讲它是什么 什么佛经 什么令言经 这个灵家经 任家经 所有的佛教的经典 他都没有读过 奇怪了 神秀大师 是经历论都懂 三十三部经 他都能讲 这个五主传华 传给一个不懂得知的 没有看过经论的 他怎么不传给他的大弟子 神秀大师呢 他是教授师 他是所有这个寺庙里面 所有的人 的最高的上座和尚 有这个祖师这样子讲 因为神秀是有为法 六主慧能 虽然不懂得经书 但他是无为法 他是无为法 神秀是有这个心 六主慧能是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心 因为没有这个心 他才能够得法 有心得法的 得不到法 无心得法的 反而得法 这里面有意义在里面 有他的意义在里面 六主慧能 六主慧能本身 他不是得法的 他只是去学 神秀呢 他是想说 我将来一定是 五主一定传法给我的 所以反而是慧能得到了 神秀反而没有 这到底对不对啊 这个传法给六主慧能 到底是对的 将来六主以下 开出来的这个地址 成为一发开五页 一发开五页 就是五个宗派 五个这个禅宗 这个偏布全世界 所以中国的禅宗 现在也是 等于是说 大部分以前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 所有的出家人 大部分都是禅宗 中元一带 大部分是禅的天下 禅的天下 这有他的原因在这里的 所以六主本身来讲起来 他传的这些地址 将来不得了 真的度的是千千万万亿亿的众生 残华没有对错 没有善恶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在不施善 不施恶的时候 最近有几个地址 这个射箭 射箭 不止 最近射箭的信很多 哇 每一次我的桌上都放了一大碟 那么我就一个一个看 一个一个看 哇 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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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一个 哇 不错的 非常接近 这个很接近 很接近 非常接近 这个非常接近 就已经很不错 来 把非常接近的叫过来问 问一问 他又变成很接近 他又变成很接近 这表示他唯妙的捷悟 本身来讲起来 还是在那边摇 在那边摇 在扶摇 就好像坐船一样 忽然间 摇向这个左边 忽然间摇向右边 还在那边偏 他还没有定下来 所以一悟永悟 你一开悟了 就绝对悟了 一鸣有名 一清楚了 就永远清楚了 没有摇摆的 我讲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 任何人都驳不倒 天下古今 任何人都驳不倒 这一句话 这是释迦摩尼佛所悟的道 这个就是佛陀的第一地 也就是唯妙的捷悟 叫做妙觉 妙觉是最高的 在十地菩萨里面来讲 十地都还输给妙觉 十地菩萨过来以后 就是等觉 最后是妙觉 妙觉就等于佛了 将来也会传出去的 我会把这个法 一定要讲出去 找那个非常接近的 还要几个 绝对非常接近 绝对非常接近的 不能说非常接近的 我请你来 以后跟你谈一谈 你又变成很接近而已 这就不行了 这就表示你还是 没有定下来 其实几句话就解决了 不用写了那么 一大册一本书 一本书来给我看 我没时间看 我没时间看你那一本书 几句话就行了 然后我叫你来 你为什么懂得这几句话 他跟我解释一番 那真的是了不起 真的是唯妙的节目 我绝对拨不倒你 我也不能问为什么 我经常问大家 为什么 为什么 到时候你把这一句话 写出来 我看了 两个眼睛都会掉下来 真的 而且你不动摇 你就是说这一句话 而且我解释给师尊听 确实是第一地 没有话可以讲 你是得到主师的主意的 我有三件主意啊 这个 欢迎大家再继续写来 我都会看 我们每一张都看 每一张都看 其中给你写 非常接近的 那你再参 再参 因为你设在 红心的旁边 人印丧失的 时间差不多了 他也是讲时间 他刚刚也有谈到时间 时间限制我们 因为我们人生 没有很长久 最多活一百岁 一百多岁 这个更长一点的也有 那么短的也有 差不多平均起来 现在平均年龄 那个最高的就是日本 日本人 可以活到八十几岁 八十八吧 平均八十八很厉害耶 不过 联印上师问了 是佛啦 比较 佛座比较幸福 还是死了比较幸福 活了比较幸福 还是死了比较幸福 联印上师呢 我是讲说 没有修行都是不幸福 你讲的是 没有修行都是不幸福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对于我们佛 对于一般人来讲 也是对的 对于一般人来讲 他们没有修行 就是不幸福 修行就是幸福 不修行就是不幸福 在整个第一地来讲 没有是什么叫做幸福 没有什么叫做幸福 没有 我们要修行的原因 是因为要了解 微妙的节目 第一地 然后可以断烦恼 可以了生死 可以断掉烦恼 可以了掉生死 关于天灾 地的灾难 这个人的佛事 在微妙的节目里面 是永远自在 永远它是自在 你如果没有得到的 微妙的节目 你不会自在 有了天灾 有了地的灾难 有了人祸 每一个人都不自在 唯有唯有 唯有唯妙的节目 你才能够自在 那么我们佛的 死的 还有时间 通通不管了 根本跟这个 没有什么关系 未溫赆